可以再補充他 其實我們當初有機會聘請到劉極志願 我自己是很開心的 但是情緒就好像過山車一樣 他收到他的電話 星期六來不到 其實我馬上到了晚上九點半 都已經打給很多個建制派的朋友 希望他可以來到 進了九後二負之力 都沒有辦法找到 所以在這裏我自己就覺得有些失望 其實我自己就不怕跟任何人聊天 如果大家還記得小弟的專用 曾經在沉默之聲的論壇出現過 也有些朋友在當中 所以我不怕跟大家很坦率地交流意見 我希望往日子有這樣的機會 跟不同的人去交流 大家去看法院的人 在這裏我比較整傳一點去說 我會怎麽樣 佔領中華這件事要怎麽處理 首先第一件事 根據我們的通識科的課程和評估之印 在今天香港單元以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 其實我們是要處理一些問題 例如香港居民怎麽參與社會 政治事務 在相應的說明部分都有說到 香港不同層面的選舉和選舉權 是被選舉權的 於是我們要處理政治制度 甚至政治改革這件事 是我們通識科老師 如果要確守這個課程的內容 是一定要去面對和處理的 還有我自己認為 如果說回佔領中華這個爭議的議題 其實是值得教的 原因是什麽呢 因爲這麽多傳媒朋友來 或者我們都用了大約一個禮拜 已經是整百人去報名這個論壇 都已經促正這個議題 非常具爭議性 第二就是長壽 即是我們通識科評語不明 整天教完那些事就沒有了那件事 譬如蔡元村、反高鐵 除非 除... 是啦 除非中央或者香港政府 政府提出那個方案是一個真普算 一除定陰 那麽我們就不用再交普算這件事 即是...除非是這樣 大家會有幾多信心呢 那麽第三就是 這個課題試鏈很多重要的議題 譬如政治參與 政府的認受性 公民抗民 法治精神等等 所以一個跨議題的課題來説 其實我們通識科老師就覺得 真是不可多得 一定要去處理 那麽其實大家都很關心 即是...經常都說 嘿...你們... 你們教協那些人啊 又先前拿著那本中國模式啊 又說人家洗腦 現在你未洗人家的腦 那麽樣 其實呢...我自己會這樣看的 即是... 即是... 那麽政治觀書呢 譬如你教一些東西跟信條有關的 這些可以之後再講 還有你用的一些叫做偏頗的教材 那什麽叫做偏頗的教材呢 有三點 第一...違背事實 第二...就是那些論點是沒有論據 還有...推論是錯誤的 第三...就是只唱好 或者...只是唱稅 沒有一個持平多角度的分析 那麽我們會認為這些教材就是偏頗的 甚至有些人會說 喂...教師本身有意圖呢 都可以促成是洗腦的 那麽樣 甚至在一個不對等的關係底下呢 是很容易會產生一個洗腦的效果 即換言之真的要達到洗腦的行為呢 要看這四年一的教學法 教學內容 教師的意圖 以及我們老師和學生的不對等的關係 那麽所以我想 我們會比較重視就是 怎樣才不能夠避免政治本書 那麽所以我們會很建議老師 去怎樣處理這個政治... 這個接觸中環這個過程呢 第一...一定要堅持開放自由對等的課堂 就是幫那些學生梳理那些行運的資料 幫那些學生去建立他的思考框架 進而分析他的論點和論據 以致看清楚他背後的價值觀 還有我們都很強調老師要教的時候 要重視理性分析 還有就是要學生有自主建立立場 不單止有追求知識的 亦都會關注後面的社會的公義 還有在教材方面呢 要使用一些中肯、客觀、多角度的教材 所以怎樣才能避免政治觀書呢 其實我們就會用這幾點 盡力去避免這件事 就是免得學生受到荼毒 那麽一樣 其實甚至我自己是... 教學人員專業措手議會的委員 在香港教學專業受制裏面 有這幾條 就對我們老師有這樣的規定 凡是老師要教學的時候 如果真的干犯了這些受制 其實可能會面臨一個投訴的 譬如我們對學生義務 譬如說第十八條 我們要培養學生民主的精神 教育學生去尊重他人 譬如第十三條 與學生討論問題的時候 要盡力保持客觀 所以這些都是 我想我們老師必須要堅持 重視的一些守則 那這裏呢 就是這裏 我也想說回 在教協會的情況來說 我自己就編寫了一份 即是戰典中環 關於戰典中環的教材 而引起了非常大 兩份報章的關注 即是文匯和大公的關注 用了十幾二十篇 去開名或者不開名 總之 說得的東西都說了 那我就... 都覺得受寵若驚的 所以我就將那些意見 其實我將它收納了 成為一個 佔領中環維爾提 公民教育的教材到二點零 所以就希望這套的教材 可以促成剛才我所說的 那些持平 中立和多角度的教材 免得學生會受到一些不好的教育 甚至... 這裏... 這裏... 只要治愈一下 沒事的... 沒事的... 忘記剔走... 不好意思的... 那就是... 對1.0的批評是甚麼呢 就是... 對佔領中環的... 只會說佔領中環的資料而已 相反意見沒有說過 又沒有說對經濟的損害 譬如雷典明教授 一天不記得... 一天不記得錯了 十幾億而已 沒有討論佔領中環 是否一定要搞先 是否這麼慘先去到 一定要坐牢先 那樣... 第四就是... 沒有列出可能涉及的法例 甚至說我的意圖可恥 鼓吹法例 會鼓吹一些學生去佔中 那... 甚至... 李慧琼議員都有在立法會提出他的看法 那... 所以呢... 這套教材... 其實我都很想向港大的教師 去推薦的 那... 為什麼呢? 你見到這裡的那些連結 就是... 就是... 整套教材的那些... PowerFound Slides來的 從以往三十幾張... 幾張斷斷 現在擴充到我沒有數字 大概是一百零五張斷斷的 那... 就是把它拆開成為很多的議題會教 譬如01到03呢 就是講香港的政制發展的 這個就是... Factual Base 那... 就是希望可以很循序漸進地去教學生 我們整個政治改革的進程是怎樣的 甚至... 基本法... 相關的規定 以及這個... 就是... ICCPR的規定是怎樣的呢? 讓學生可以知道... 我們接下來的普選的步伐時間表... 可以會去到哪裏... 就是佔領中環的爭議... 那這裏其實是大幅修改的... 那我都有... 我都很... 很... 多謝梁美芬議員... 那這裏其中一個就是... 就是... 就是... 其中一個slide... 那我就很... 很... 一種反對者的意見... 譬如... 很多... 譬如... 林美芬啊... 葉國謙啊... 梁愛思啊... 很多... 林景明教授的觀點... 那我都是... 很具細無為將他的觀點... 就放在這個教材裏面的... 那務求做到呢... 是一個多角度和詞弊的分析... 那讓學生是... 立體地知道不同詞 或者對這個議題的看法是什麽 很快就講完了,不好意思 所以老師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 你可以先教政制 慢慢教他為什麽要佔領中華 一開始就教佔領中華這個爭議課題 再反過來探究香港政制發生了什麽可能的問題 所以可以兩個方式去教 那梁比芬很好,他寫了一篇文章 讚揚我這個教材 他就說我樂見方先生至少願意提供更新版 因為通識科是一門新學科 我更加認為有關如何改善通識科的討論應該繼續 這份更新版沒有保持負面的意見 所以我會繼續推出這個3.08 因為教不了,如果大家教書 你扔105張powerpoint slice給學生 你真是浸死他了 你需要工作址 你需要每一個課堂、異學、異動、異名的流程 才能夠教得到 所以其實這個教材 甚至1.0教材的批評牌照 其實還未能操作到 所以現在我們都有大量不同的友好、朋友 甚至有些不願透露姓名的老師 就給了很多教場給我們 其實我發現很多老師在教材中文的教材中文的 真的不出聲 是不出聲 因為我這裡 大家可以知道為何不出聲 可以一人再說 其實根本常都不出聲 教授 所以就收了很多教材 所以於是乎 其實我難而已 我沒有時間去處理 所以我們就會將這個3.0的版本 希望在8月底之前 就印給所有的中學的通識科老師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善用它 這裏我想不多說了 大概我的意見就到這裏 謝謝 謝謝